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来是想看笑话 结果他们看不到笑话 然后他们本来想看 中印之间冲突起来 但是他们看不到这个结果 所以他们用的 说很戏剧性的 很令人惊讶的 竟然中印的关系缓和下来 讲到这里我想 观众朋友应该听出我的行外之音 也就是印度今天 会把两岸 把跟中国大陆的边界的问题 拉到这么高的层次 其实是有欧美人 特别是美国人 在后面有在运作的关系 印度 在九月干了好多事情 他跟日本签了一个 我们把它简称 就是后勤保障协定 后勤资源协定 也就是军事的后勤资源协定 他的意思也就是说 印度跟日本都可以使用 对方的这个军事基地 然后这些军事基地 会提供他们的劳务 就是人力 还有物资的这样的一个支撑 这个就是军事的后勤的资源协定 他跟澳大利亚签了 九月份跟日本也签了 然后他跟美国签了三个 一个是军事的后勤的资源协定 另外一个是通讯的协定 还有一个就是情报的交换协定 讲到这里你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对印度来说 他好像打造了一个 就是包围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菱形包围圈 日本在东北亚 一直往下延伸到澳大利亚 然后就是美国的关岛澳大利亚 然后再接到印度 所以这四个国家 总共形成了 对中国大陆的整个包围圈 让中国大陆的船舰 不能够从东海南海 那么进入印度洋 对印度来讲 他觉得以目前他的态势 中国大陆对边界的领土 应该不会那么在乎 所以他可以吃一点 那也就是说 在六月份 他们所爆发的冲突 对印度方的谈判 他的基本原则就是 我的不可以谈 你占领的要谈 这样的一个态度 所以彼此之间谈了五次 也就是师长级的 少将边界的前线的指挥官 谈了五次都谈不出所以然来 到了九月的时候 印度的疫情失控了 越来越严重 死亡的人越来越多 然后经济一直往下滑 尤其第二季的经济数据出来了 印度史无前例的往下跌 按照这个态势 印度的经济会更往下跌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转移注意力的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中印的边界的矛盾跟冲突 所以印度方判断 美国会支持他 澳大利亚 日本都会支持他 然后呢 他在这个地方再多吃一点 所以你很快的突然间看到媒体 铺天盖地的大肆的报道 这个中印的冲突 那本来印度的判断是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 尤其跟美国目前的压力很紧张 台海之间的关系也很紧张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态势里面 解放军绝对不会有动作 可是我觉得印度错过了形势 印度错过了形势以后 他看到解放军 就是中国大陆非但是寸土不让 而且开始征兵 而且开始兵力的调动 而且开始展现出 他不惜一战的这种态势 看起来整个军事的动作 跟架势已经形成了 换言之也就是说 随时只要印度方敢开第一枪 那这一枪就要打到人 这整个战争的态势就形成 那就不得了了 所以当印度的国防部部长 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 他们彼此之间对话会谈之后 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 直接指责印度方 说你越界 你不遵守规定 你如果不撤离的话 那这个情况将是不可控制 到了最近他们在上海 合作组织开会的时候 两国的外交部的部长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部长 跟印度的外交部部长 在俄罗斯的会谈中 很清楚地看到了 彼此之间 印度的外交部部长 他说 中印的边界的冲突 会影响到两国的这个 关系的基调 这弦外之音就是 如果一旦打起来 两国的关系 就会进行深刻的变化 但是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宁可两国的关系 产生深刻的变化 如果你印度方 一定要占领中国的土地的话 这场仗就非打不可了 所以很清楚地看到 双方有意地要缓和局势 但是这个缓和局势 是缓和在哪里呢 缓和在之前所约定的控制方 也就是你印度 必须要退回你之前的控制方 中国大陆 就在自己的控制方 这个部分 如果你印度不退回你的控制方 那大陆 还是会积极地去交涉 会积极地去介入 所以目前来说的话 彼此之间的接触线 已经开始在扩大一点 那目前传出来的消息 是500公米 500公尺 就500米 这是非常短的接触线 随时一跃就过去了 最好的控制线 就是彼此之间 退回到几公里的地方 退回到几公里的地方 你巡逻你的 我巡逻我的 这样的彼此之间 就不会跃 所以问题就在于 双方的战定线 的默契要守得住 还是不守得住 以目前来看的话 解放军的态度 是很清楚的 一旦你印度方在越界 解放军就一定是 直接的介入 那本来在1975年以来 双方就已经约定 绝对不对控 绝对不开枪 可是在这一次 印度方很明显的 他们越界了 他们突破了底线 1975年彼此之间规定 不要再开枪了 1996年 双方签订了协定 现在印度方 破坏了这个协定 中方要求 印度一定要惩罚 这一位士兵 那我们也看着 印度会不会 惩罚这个士兵 如果再有人开枪 等于这个协定 是破坏了 那情况很有可能 就爆发了 所以目前来讲 局势缓和 但是看起来 中国大陆 并不会把他的军队 就往后撤 因为随时 当印度 又出尔反尔的时候 解放军 要在第一时间内 可能就会突破过去 目前有一种传说 说解放军 可能会打 如果印度方 再度的越界 再度的违反协议 中方很有可能 会打一场小型的 军事冲突 换言之 也就是在冬季 在军队来临之前 把印度的主力部队 击溃 如果印度的主力部队 例如说 以旅籍为单位的 主力部队被击溃的话 那印度方 是不是在修补 或者是占领印度方的 若干的军事的要塞 控制一些交通的要道 让整个态势 那么产生完全的逆转 这样的情况 那就很难说了 可是问题就在于 两大国之间 战争常常会升级的 那有没有可能 只是小打呢 还是一打 就把印度退回 这个麦克马洪县以南 这个态势也很难说 所以中印目前来说 边界是缓和了一些 但是不可测的因素 随时存在 因此到目前为止 双方没有看到有侧兵的迹象 新闻也可以这么看 我是蓝月谦 我在无测觉醒